如果是國民黨的裡面的像一些明代 不管是現任或想要參選的人 大概七八成基本上比較支持侯友宜 對 因為認為侯友宜穩 不是認為郭台銘不好 是認為侯友宜穩 選舉大家知道 不失分最重要嘛 對不對 你繼續講我喝水 因為他這個講法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對對對 因為要選的人 他不是喜不喜歡侯友宜 因為我也要選他也要選 我希望我有一個耐打的隊友啦 對對對 翻身衣贊助播出 下班的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 國民黨大安區的立委參選人 羅志強 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因為嚇一跳我們掌聲很熱戀 基本上就跟那個媽的多從宇宙 拿到腳也用一樣 對對對 羅志強 我是得了什麼獎 這樣就非常非常開心就可以好 這樣士氣就高很強 對 就可以好好聊 我們這節目就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聊天就對了 對對對 好 來聊天我先問你那個總統大選 因為你現在身為大安區國民黨的這個 你參選人 是 對 那順利通過 順利被提名的話 你就要代表國民黨在這一區 打下這個立委 我先問結論好不好 對 如果國民黨最後提名 你有信心贏過民進黨 不管是 這是誰 謝沛芬 范芸 或者是解蘇培嗎 解蘇培 我覺得 不要把信心放在口上 把行動放在口上 那我相信至少 現在大安區應該公認 最勤跑的第一名就是羅志強 因為我目前為止早上送車 一天跑十幾二十個行程 然後坦白講 現在大安區在公認 最勤快的就是我 所以 鞋子給大家看一下 以前都是穿 總統府秘書長 其實都是穿那個皮鞋 對 現在真的是穿球鞋 對 穿球鞋到處跑 所以現在就是跑行程就對了 跑行程啊 你就是埋著跑嘛 那你到底最後能不能贏 因為我這樣講 我覺得我認為新型選戰 沒有優勢選區的這種說法了 大安區上次的 也就是移民進黨十個百分點 可是南投 移民進黨是十四個百分點 對對對 所以南投會翻 那大安區 事實上你不努力 我覺得大安區也沒有什麼 優勢選區這種說法 所以那就是 我現在包括整個行程開始跑 也開始辦客廳會嘛 那接下來反正我陸續很多活動 開始展開了 客廳會來來來 因為有些網友一定不知道什麼是客廳會 客廳會是什麼 我客廳會就是 可能會找支持者嘛 就是 找一群人來 然後變成我的志工 然後這支持者給他賦予他的任務 就是再找一群人來 然後我們再辦一個客廳 十幾二十人不用多 可是這樣子一直傳播出去 我就會辦一百場的客廳會 然後就讓我的支持者 至少會取得一個聯繫的一個方式 那也為接下來不管這個是初選還是大選 開始預作準備 那就是把所有的戰鬥力都把它打開來 就是他們面對面的時候可以跟你提一些他們的建議 對 然後你也跟他們講你的理念 那你以往過去選舉的過程 你覺得客廳會有沒有用 客廳會 這是我這一次用的方式 之前我選舉倒是沒有用過 所以這次算是一個新的方式 你之前選舉沒有用過 我之前選舉大部分都接頭演講 我主打接頭演講 那你這次會接頭演講嗎 等到初選正式開始 我也會開始接頭演講 所以我就是把我的陸軍部件到一百分就對了 那我現在的態度很簡單 初選當大選打啦 反正就是現在所有的一些 我覺得講那個選舉上的競爭 我都把它正面解讀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push自己要開始更努力的壓力嘛 所以你就是把自己做到這個張力張到最大 那最後能不能勝選 我相信民眾看得到啦 因為我自己最近在拜訪 我有感受到那個溫度是很熱烈的 所以基本上我想你遊走 大家看到你將你過去的積累的一些努力 我覺得還是大安區的民眾給我的一些 努力還是蠻多的 你說民有走大家看到對不對 對對對 我剛剛跟你講說 你有走對不對 我不是想有走 我可以打民進黨 還有你嚇一跳 你講我有走 這個 你有走啦 也是另外一種 你剛剛講 你有走大家看到我剛剛 有走 發音要正確 我跟你講立委的這些細節 今天請你來 一定讓你好好講 是是 等一下會來問 那現在就是先問前面的部分 剛剛先問一下立委一點點 對對 我要盡量總統了 因為如果你代表了 國民黨選大安區 那總是 會有一個總統參選人在 對 那這個時候說實在也不會有人傻傻 跑出來講說 我就要支持哪一個 朱立倫 郭台銘 對 或者是侯友宜 可是你覺得 因為你也會是參選人 只是你選人是立委 那那個總統是另外一個 可是你們一起選同一天選 對 融入與共耶 嗯 勝敗攸關耶 當然 他說說不定說 我本來以為我贏個3%5%的 總統爆炸了以後我就高票落選了 對 所以你身為一個參選人 我相信你對事情是 最敏感 跟你最直接相關的 你會希望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是誰 其實我覺得問我不準 問我問的人最準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拜訪很多啊 我一定會附帶一題 你有問啊 一定會問啊 說你總統的國民黨候選 你還問這個啊 當然問啊 就是順便問嘛 也當一個聊天的話題 那我順便也知道我們這個 大安區的水溫嘛 我告訴大家啦 我問的結果 如果是國民黨的 裡面的像一些民代 不管是現任或想要參選的人 大概七八成 基本上比較 支持侯友宜 對 因為認為侯友宜宜 穩 不是認為郭台銘不好 是認為侯友宜穩 選舉大家知道 不失分最重要嘛 對不對 你繼續講我喝水 因為他講 他這個講法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對對對 不失分最重要 因為要選的人 他不是喜不喜歡侯友宜 因為我也要選他也要選 我希望侯友宜一個耐打的隊友 對對對 就是讓你的風險降低嘛 這個侯友宜因為經過很多次的選舉檢驗 然後他個性又比較保守 所以當然很多人就覺得他沒有什麼熱情 然後散不起大家的那個 那種熱情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他很穩健 所以大家覺得好像 你在 他在打總統我們選立委的人比較有安全感 比較不會爆 對對對 就比較不會 爆開了爆炸了 會出現變數嘛 這是確實我在問黨內 不管是明代想選不想選 大概七八成我認為都是偏 七八成以上 七八成非常高的比例 可是如果到基層 我拜訪里長嘛 我們現在大安區53個里長 我已經拜訪大概40多個里長了 幾乎快拜訪完了 一個一個拜訪 都是一對一的拜訪 你要把所有里長都走過 全部都走過一輪 那大概七三啦 藍的 藍的就是對於國民黨比較支持的里長 七成大概是稍微偏猴有一點 不表態不算 有表態的 七三 那三成大概是支持郭泰銘 因為里長明年沒有要選 對沒有要選 他們就是完全看他們 國民黨支持者 或國民黨里長 覺得說他們這樣 那也是七三開 對差不多七三開 但如果候選的話幾乎到八二 對差不多七八二 那請問出主席是 基本上我在 談的過程當然 大概主要談的都還是這樣 侯爾宜跟郭泰銘 所以基本上提到主席的比較少啦 就是 不管是立委參選人 或者是地方的里長跟支持者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觀念 因為主席他說他要當總教練 他現在說他要當做球手 所以這些都他公開的宣誓 所以一般來講 大家對朱立倫的期待是比較放在他是 教頭 我知道啦 因為他一講到做球 因為我爸爸是排球教練 是 你要舉球做球 你也得下場你才能做球 你也做到總教練習做球啊 對不對 好啦 這個我們不虧 因為 強哥知道我跟朱立倫組織是好朋友 我們會虧他 只是說他現在為止 大家總會覺得說 因為有一個換柱的 一個過去在那邊啦 那也不是說他貪啊 他有什麼好貪的呢 我講一個白的 如果侯爾宜跟郭台銘現在是三月嘛 對 三個月以後任何 可能無法掌握的因素 他們的聲勢弱下來了 到時候是朱立倫最強的 你也不能說他不承擔啊 這個我們不用 我們不用去糾結啦 就目前看起來 剛剛強得給我們很明確的數字 想要選立委的人 大概 八二 就是八成支持侯友宜 兩成是郭台銘 那地方的里長 沒有要明年選舉 因為里長去年才剛選過 就大概是七三 但也有七 所以侯友宜其實基本上是大家的共識對不對 幾乎可以這樣講 過半嘛對不對 對 還是大家覺得他比較穩 這才是重點 才是重點 但是 抱歉 雖然是這個比例 但是對於選情 大概憂心的是過半 都是過半 怕國民黨不會贏的也有一半 怕國民黨不會贏 那中間也有跟侯友宜的因素有關 覺得侯友宜可能太保守 他的現在可能 現在因為大家 從南投補選之後 其實大家對於所謂侯友宜開始 會比較焦躁 認為說希望他的動作可以再多一點 那怕說 尤其是他的民進黨已經定於一尊 所以 南投補選是我在 因為我拜訪是橫跨那個南投補選 補選前的拜訪不用拜訪 補選前我明顯感受到 氛圍是樂觀的 就像基層拜訪 如果問到總統選舉 他們都會覺得說 大家好好團結起來 覺得郭跟猴誰都會贏 這個氛圍比較大 那當然有偏郭偏猴的 但是補選之後 其實一般來講 就開始氛圍轉向悲觀的 變多了 就覺得說 如果國民黨再亂 再拖 再像現在這樣子一個 所謂的那種 紛紛擾的一個局面的話 他們覺得 民進黨現在定於一尊 他們認為說 可能我們會輸掉總統大選 所以 樂觀跟悲觀 在那個 南投補選 形成一個分水嶺 今天那個強哥來很好 你知道台中有個嚴親標標哥嗎 對 台北大安區也有個標哥羅志強 你來的這東西可以下標 我們製作人阿包在旁邊寫啊 你剛剛寫那個我們好像可以下標了 羅志強冒號對不對 藍營支持者過半擔心不會贏 對對對 沒錯 這個標準確定了 有超過一半的擔心 就是南投敗選後 藍營支持者 過半藍營支持者 擔心2024不會贏 對 確實 沒錯 這我自己綁的那個 我自己有稍微 我都會做一點筆記 統計一下 謝謝大安標哥 今天帶給我們標 我們台北標哥是為害 繼續來 繼續來 我們繼續問繼續聊 繼續得到很多標題 那所以 就是希望侯友宜快點表態 這個聲音很大 但是我必須說 這聲音雖然大 但我自己的看法是保守一點點的 我沒有說 因為你知道 一般的民眾對於選舉 對於所謂的那個 總統的大選 那個作戰的節奏 是比較沒有深切感受的 那我不一樣 因為我服選過兩次總統大選 所以因此 當很多人在催出 侯友宜要更快表態更快表態 其實 我的看法是比較保守的 保守不是說他不要表態 而是他現在表態不等於太平無事 因為他現在新北市長 還有議會還有質詢 總質詢在 所以因此 是不是現在是一個適當的 正面表態的時機 這一點我是打問號的 對 但是他的這個所謂的一些 積極性的動作要再多一點 這個我認為是他必須做的 但是 是不是要強到直接表態進場 2024 這一點我是打問號的 那 但是民眾不是這樣想 民眾很多的民眾 民眾希望回語快一點 對 可是以你這個本身在參與政治 也有參與選舉的時候 你覺得 或許他現在的這個狀態 不是沒有原因 你能理解就對了 可以理解他現在狀態的原因 他現在直接宣佈 有直接宣佈 馬上要面對到的很大的衝擊 但這一點我說過 一般民眾看不到 所以我說我聽到的聲音 我是感受到很大部分 是要他的那個態度 要更積極 甚至要更長 但是我對這一點 我是持一點保留態度的 好 那大家知道這個強哥最近 全台走透透 有的時候可能這幾年認識強哥 那我跟強哥認識十幾年了 從這個總統府發言人 總統府復祕書長 什麼叫總統府復祕書長 總統旁邊一按鈴 以後馬上就要過來 大內高手啊 總統旁邊的人對不對 小書童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 政治啊 看多了對不對 那正在你的角度看 你覺得 你會覺得怎麼做 對國民黨來講比較好 因為你剛剛講了嘛 現在不宣佈大家會焦躁 現在宣佈了以後到議會 又要是一陣老權 磨刀禍禍 當然也有 像我前兩天跟亮哥在談 他說你不宣佈新北市議員 一樣會問你國政 所以你覺得怎麼樣來講 既然 七八成的國民黨支持者 跟立委參議員 都還是寄望侯友宜的話 怎麼 侯友宜怎麼做啦 我純粹就是你的看法 他也不用強迫他一定要接受 對 怎麼做可能對侯友宜 對國民黨 對2024重回執政是最有利的做法 第一個 我覺得真正的關鍵 坦白講我覺得 其實關鍵角色是朱立文主席 因為很多時候 我就拿還是朱主席最近好像有新聞說 博公模式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有時候你主角 候選人本身 你很多的事情其實候選人本身 你做不到 但是有一個很強的人 如果能夠幫你去開錄的話 那實際上你會收事倍功半之效 像那時候其實馬總統因為特別被起訴 他自己他沒辦法站出來講說 我居然被起訴要參選到底啊 國民黨一定要讓我選啊對不對 你剛剛是想要講事半功倍啦 對事半功倍 我講的講反了 事半功倍 就是做五十三兩百 對 那你看 博公他的做法就是幫 馬英九做規則開錄嘛 所以他開始就是定於黨內 他把黨內規則改了嘛 不然那時候馬總統連參選資格都沒有啊 排黑條款 對對對 馬前總統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設下了一個國民黨 一審 背叛有罪就不提名 對對對 結果沒想到 也是猴 但不是猴也是猴寬仁 猴寬仁 那個阿狗耶齁 把馬英九起訴的特別悲哀 對對對 2007年2月13號還是14號 對 我人在動物園 帶著我的那個小朋友在那邊玩 有 不是2007年 對2007年 對2007年 馬上趕回去黨中央宣布 辭去黨主席 宣布 參選總統 對對對 那後來就擔心說 那會不會在2008年 投票之前 會被一審吧 一審就出來 然後有罪 那國民黨就不能提名馬英九怎麼辦呢 對對對 就由博公跑出來 把那個派對台灣給修了 當時也有被批評 被批評啊 被批評啊 所以就是說等於吳伯雄 我們用這個年輕人的用語 吳伯雄就是馬英九的薩尼啊 他就是他要主坦 幫他吸傷害 幫他開路 幫他撞 幫他扛 讓他在後面輸一輸 太好了給我吃紅buff 藍buff 撞開 我是薩尼 這是吳伯雄 那我還講我再加一個 還不止吳伯雄還有林義雄 林義雄 林義雄也幫阿扁修掉他1998年 拜選 又是馬英九有沒有 誰知道阿扁會 台北市長70幾%的支持度 1998年他輸給了馬英九 可是當時他竟然要參選1998年的 台北市長 市長 民進黨當時有一個四年條款 對 就這四年就是你不能夠再去參選其他公職 對 那剛好阿 當時民進黨是誰要選你知道嗎 對 是我們蔡詩平大哥的阿姑 喔 許姓良 許姓良 許姓良講說的黑白衝阿 他就是選市長沒有贏了阿 你沒有資格了 對 結果當時又是另外一個熊哥 對 就是初代煞你 要把他撞開 把許姓良撞出去你知道嗎 許姓良就退出民進黨阿 他就把那個四年條款修掉以後 讓阿扁能夠參選 能夠順利參選 不然他不能選喔 趙明將當時的規矩 所以良申定做改變規則 堂下傷害融入不濟 這兩個雙雄 是 魯伯雄跟林義雄 他幫著他覺得最有可能參選總統 而且當選總統 對 排除一切對不對 結果是什麼 阿扁贏了 阿扁贏 馬英九贏了 所以你就看到歷史上有兩個趙王者 一個是林義雄 一個就是吳伯雄 雙雄 可是他是 可是他不是朱立雄 朱立雄 他是朱立倫 他不是 他不是 他怎麼叫朱立雄 就是我 薩女第三單 薩女第三單 我每天用薩女 薩S牌 所以 就是 我就舉個例子 就是 今天強哥來我們都很輕鬆 我當時在跑馬英九 2008年 博公在當主席 對對對 我如果跑去問博公說 博公 你要參選總統嗎 我就被同業笑死 我就被同業笑死 對不對 誰會去吳伯雄要不要選總統 誰會寫分析稿說吳伯雄可能還沒有斷念 變成在笑死 所以吳伯雄林義雄 那是已經板上叮叮 大家都不覺得 為什麼大家會問朱立倫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比侯友宜還年紀更輕 對 而且他看起來 國政上也有準備 對 他也參選過 他不是那種薩尼型的 當然 我剛剛講就是說 所謂的規則開路 跟所謂的形式開路這件事情 也不能是一概論資 你像侯儀的情況 就跟馬英九有一個不一樣 馬英九那時候 確實有很強的規則開路的需求 就是他的那個特別廢案 對 但是呢 馬英九那時候是共主 所以他沒有形式開路的問題 所以吳伯雄爸爸開路 在形式上是順理成章 那今天 侯友宜其實原來 規則開路他沒有這個問題 但他有形式開路的問題 形式開路就是說 整個形式上 他現在也不是定義於一尊 因為終究還有一個郭台銘 甚至你要再廣益一點 菲律還算還有一個柯文哲 那到底朱立倫算不算 那我覺得 以目前黨中央釋出的訊息 我認為他自己是沒有把自己算進去 但是別人怎麼想是一回 所以但不管怎麼樣 歸結到形式端的話 侯友的情況可能跟馬英九 跟當時陳水扁又有一點不一樣 但不管一不一樣 他們都需要一個趙王者 這是我講的第一件事情 說趙王者很重要 那我舉個例子 假設侯友宜今天 他想要採取宿戰 他現在就要開始一個大表態 就要進場了 那可能事情 可能就是工房 就進入到他新北市長的市政上 是不是吳欣市政這個工房 可是他今天如果想要說 在慈寅寶太一段時間 那抱歉 這慈寅寶太這個規則的喘息空間 不是侯友宜能給他自己的 這就是朱立倫要給 因為朱立倫他是規則的掌握者 所以因此 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那個朱立倫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講侯友宜 侯友宜如果說 我認為 個人認為就是說 他可能還要 我覺得他還要在就是 保守 半保守一段時間 為什麼 就是說 形式上的話 他應該要展現一點積極性 就是一些國政上的東西 我覺得他開始要有一些態度出來 讓大家知道他已經有在做一些準備 但是他要不要到直接明表態 我這點是保留的 就是你現在就立刻做一個大翻牌 的這件事情 我不敢講說一定是不好 但是我現在沒有把握是好還是不好 那你需要現在就馬上做這麼大的賭注 把這張牌打開來嗎 那這個我是保持懷疑的 那當然我必須說他現在確實有壓力 因為現在真的很多民眾其實沒有耐心了 那覺得你再拖下去 你會把士氣拖掉 那這也是 這其實也是一個 目前當下確實存在的形式 就是說有些人覺得說 現在藍綠之間已經開始進到消長的一個階段 就是藍消綠長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可能看到侯友宜 或是國民黨還有一點點優勢 但是優勢 就是放眼短期內 這優勢可能會往下不斷來掉 那可能掉到變成是烈勢 那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侯友宜現在最大的挑戰 侯友宜他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其實他意思都不肯講 那民調雖然都是很高 可是也沒有一個月前高 尤其是南投那件事情 那這個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做這個決定 因為蔣萬安 張善政 盧俊恩都到了 如果說他們三個沒到的話 應該大家也不會抓到侯友宜罵 另外三個市場市場都到了 你沒有到那大家就知道了 班上如果有說翹課二十幾個人 那你就算不出來 就是一個位置空的你就知道了 唯一一個位置空的嘛 所以大家就會盯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侯友宜不去南投 可是他去 他南投一役 南投敗選 他缺席選 對他傷害好像遠遠的 超過原本各界的想像 可能包括他自己 所以他現在正在受傷中 那黨中現在要丟出說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的 任何球他也不接 朱立文跟侯友好像 也不知道怎麼樣關係不好 打不上電話 見不到人 我覺得兩個點 第一個我覺得侯友 人都是一樣 就是會有成功路徑依賴嘛 我會依賴我的成功 可能大家就覺得羅日強是比較充足的 那假設我衝到現在 你就是一言不合就走去屏東這樣 衝衝衝 對 蘇貞昌同款的 那我就會依賴我的這個 所謂的成功路徑嘛 那侯友宜你要想 他會覺得他的成功路徑 其實是不動如山嘛 他在很多事情上 你會發現說 他都是 你這樣講有道理喔 就他的人生的 這個行為模式 他慢慢就摸索出來 對 可能以前抓那個槍擊要犯 都要等就對了 對對 都要等 他有耐心啊 那他也會覺得我猜啦 他心中的那個 那個心中的這個 那個小世界小劇場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你去想 人都會有成功路徑依賴嘛 他以前是當刑警的 所以他在辦案的時候 辦案是需要很長的耐心 光所謂的盯紹跟監 然後等待的這個過程 他就是培養很長的一個耐心 那這個耐心累積今天之後 他走上新北市長之路 那你叫他去用別的方式來走 第一個他可能 不習慣 第二個他可能也沒有安全感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說真的 我看到侯友宜 我也會著急啊 可是 我就想說 我剛剛還感覺你是 國民黨裡面最不急的 沒有啦 你才能夠接受他 慢慢來了 你是 表面體諒在內心 是會在笑就對了 沒有 因為我真的打過總統大選 所以我知道說 你第一個不能脫太晚 但是第二個 我也說實在話 你現在真的翻牌 我真的沒把握 你現在直接開牌 到底是好是壞 我是沒有把握的 因為我太知道 民進黨下一波的攻防是什麼 下一波簡單 我舉個例子 下一波絕對打市政嘛 你這段時間 你就不要市政出問題嘛 你市政出任何一個問題 什麼恩恩案 什麼案 那我民進黨 我就直接扣你無心事政啊 我跟你講 我說過 烙跑不是他的問題喔 如果談國政 就是無心事政 對 如果談市政就是不懂國政 對對對 他就是用這二分法弄你嘛 那我剛剛我講過 我認為侯儀的烙跑 已經不是問題 新北市民基本上 在投他票那一刻 就知道他要去選總統 但是他不等於 民進黨不可以在這個地方 用變化球來共訪 繼續罵 對對他罵的方式不一樣 他不一定直接罵你烙跑 他罵你是無心事政嘛 他罵你就說這個 就讓你首屬兩端 那所以因此 早開牌就有這個 所謂的時間風險嘛 但是你現在他的情況就是 你真的有這個餘裕嗎 我也打問號 因為我認為我看到的 人民民眾的那個民情 或藍營的這個所謂民情 對侯優儀的耐心 也開始慢慢的消散 所以他就會夾在這中間嘛 要快要慢 那就很難決斷 謝謝大安彪哥 我們剛剛製作人 又撈到一個彪了 羅智翔冒號 侯優儀 談國政 就不懂 就不顧市政 談市政 就是不懂國政 對 應該要加油 綠營打法 綠營打法 羅智翔分析綠營打法 對對對 談市政呢 就是不懂國政 對 談國政呢就是荒廢市政 對對對 一定這樣打嘛 先幫你把綠營的手法先講 強哥你幫總統 馬總統你看這樣兩次 對 2008年從2007開始 2007開始 然後到台灣加油站 對不對 兩次 2012 所以你都參與過這樣總統級的選舉 對 你覺得 雖然我剛講 其實我覺得你還有藏著 你沒有公開你的想法 你覺得怎樣對侯友宜 或是國民黨講的是最好 你覺得 他是什麼時候宣佈 怎麼宣佈 會比較好呢 我覺得第一個 真的先跟趙王哲 先要把默契建立 我認為他們現在兩個 感覺上默契還沒建立起來 是沒有電話號嗎 你有助理你的電話號 我覺得不是沒有聯絡的方式 而是雙方沒有摸到 雙方的這個所謂的 核心的那個想法 我是覺得四個字 感覺是沒有互信 感覺好像是這樣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我要講就是說 不管是有互信沒互信 你們都必須把 雙方的這個默契 要把它建立起來 那要怎麼辦呢 因為剛剛舉的歷史 大家一看就懂了 馬英傑跟吳伯雄就不是狀態 對啊 然後那個 林毅雄跟陳久明 就不是狀態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講 說大家好每天分析事情就是 你把焦點放在一個人身上 我就不是放一個人身上 我覺得是放一個群體身上 那第一 你看其實演講整合是三關 第一關就是猴跟豬 第二關就是要把鍋進來 對對對 第三關就是要把柯拉進來 所以他這個 這個整合圈是 第一步要先打開才有第二步 才有第三步 所以這時候你只放在侯耳儀身上 一個人是不夠的 你只放朱利元身上 一個人也是不夠 這兩個人之間的那個 溝通的閥門要 能夠開起來 至少要有個默契 這默契形成之後 才能夠走出第一步 我就光講實程 他開牌的實程 我真的不認為是 侯友宜自己單面來決定的 因為他跟 國民黨的規則是息息相關 可是你說 不知道侯友宜你的鋪排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拿一個所謂的 共識跟默契點 那我在規則開路的這件事情上 我才有辦法 幫你去預想你的 你的什麼各種可能遭到的攻防 這個就需要很強大的互信跟默契 顯然我覺得目前來講還在建立中 但是我也要講 我認為沒有多少時間在建立中了 所以大家兩邊的腳步要加快一點點 剩十個月就要選了 對啊 這也是我剛剛講的總統大選 其實說真的像這幾年 包括從2016到2020年 甚至到2024年的總統大選 都不是我習慣的總統大選 我講簡單一點 第一次2008年的時候 馬總統是1月 是2007年1月就宣佈參選 競選團隊1月就成立了 對不對 一路就打到2008年 那2012年更不要講 那個是在前一年5月就已經開始籌備了 然後我自己你看 我也很早就辭掉 總統發言人出來 就開始組建我們的人的競選辦公室 那時候其實是5月嘛 台灣加油戰 台灣加油戰 所以你發現我們在打選戰 其實那個時間 其實都拉的相對是比較長的 那你的謀合期可以在前期盡早把它 處理完 然後接下來就上手就開始作戰 可是現在你看常常都打半年戰啊 半年戰你光謀合三個月結束後 你剩下三個月打仗 所以國民黨現在就會一直有出現 重複這個問題 民進黨現在報氣 3月他們的那個 政主就出來了 對 那就打到明年至少10個月啊 那國民黨請問你有多少時間準備 民進黨現在看起來就很想贏 所以為了贏就是可以放下一些事情團結 對對對 國民黨現在看起來就是好像會贏 然後弄到後來以後結果或許就變成沒贏 對不對 我覺得問題還是回到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說民進黨情形比較像08年的馬英九 或者是說今天2000年的陳水扁 其實他們是已經是有共主跟定於一尊的 那個形勢跟形勢上基本上賴清德已經所向披靡了 但是侯友宜現在這個局面就不是 就顯然不是 因為你看起來一掃過去 拉近來談至少郭台銘跟柯文哲 那如果你要朱立倫我是沒有把他放進來 原因是因為他的定位我認為他定位是總教頭 所以說 他自己講的啊 對啊 不要怪我們沒有算他 對對對 所以因此我也不認為他希望我們算他 我自己這麼覺得 他就是讓他能夠好好做一個總教頭 所以但不管怎樣 你算不算朱立倫都至少三個嘛 那顯然就不是像08年的定於一尊 也不是像現在賴清德的定於一尊啊 那你當然他的情況就會相對是複雜一點 那這個才是 我之前也說過 國民黨這次其實一個比較大的劣勢是在人和啦 就是說 將來人的整合的問題會是這次國民黨 我覺得一個能不能勝選的關鍵 整合不好我覺得就非常困難了 好這個強哥在想我真的想到我以前看那個漫畫 對 無私無我 朱立倫講無私我 對 無私無我那無我到底有沒有我 以前那個風雲裡面有叫無名 無名有沒有名 無名最有名啦 無名最有 無名最厲害好不好 OK好 這個我們就 好那朱立倫是這樣齁 剛剛其實強哥講的齁 我們等一下問強哥立委的部分齁 你直接主席去找他談就好了 對不對 有什麼 市場進到新北市政府是會電到嗎 不是不是 我覺得齁 就去啊 我坦白講我現在比較能夠理解齁 就朱立倫現在的難處 我必須這樣講 我認為到目前為朱立倫表現 其實是不錯的 他沒有十分 在總統的這個局面操盤上 我認為他到現在至少以他的公開說法來講的話 我覺得分寸拿捏都是很好的 但是這件事先天的難處就是 一樣一個巴掌拍不響嘛 你要拍響 不是只有那個朱立倫他這個 所謂的他單面的想法 對啊對啊 把侯遠也要啊 所以因此 兩個之間都有責任 所以我在想說朱應該要去找侯啦 對對對 因為畢竟他是市長 但我是主席啊 對 如果是胡博公的形狀的話 那談談會在家裡等嗎 當然當然 對不對 那你看他這兩天不是去找博公嗎 對 也去找馬從統對不對 對對 那你既然知道說我要去找這些人 你不要忘記去找郭台銘跟那個 跟侯友宜 還有包含黨內要選的 像趙少康張亞中 對 你都應該去跟他們接觸啊對不對 對 就當主席就做這個事嘛 是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朱主席可以做更多了 那是 國民黨的這個選舉 那但是 民進黨方面 剛剛講賴清德 對 因為你一定會在選舉的時候 遇到民進黨的立委參選人 他們的母親就是賴清德 是 所以賴清德要是搶 民進黨的立委參選人就搶 對 你怎麼評價賴清德 賴清德我覺得賴清德的狀況就是 第一個 民進黨內他已經是一統江山了 我覺得 蔡英文對他的牽制只會越來越低而已 所以賴清德就是脫江野馬 就是一直往前衝 那所以他可以有所謂戰場的主導權 但是 接下來的戰場我覺得還是分成兩塊 兩塊就是說 基本上內政端的部分 我覺得賴清德 這是民進黨的烈勢 因為民進黨說真的 我自己在走訪的過程 民怨非常深 這民怨深已經是到一種 所謂的那種 我覺得有點不可逆的狀態 那就是你沒有一件事處理的好 對不對 你連個最簡單的蛋你都處理不好 電你也處理不好 然後呢 你今天 你在打壓言論自由 打壓新聞自由 然後包括說你今天高端護航 然後你的論文抄襲 說民進黨整個集團給大家感覺就是一個 已經是敗壞的集團 那賴清德當然他是想要跟這個 跟這個敗壞的這個團要脫鉤出來 但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為什麼 因為 終究賴清德你還是民進黨其中一份子 那很多的選民他會認為說 我今天投給你 就算你自己本人 你跟論文案沒有關係 你跟高端案沒有關係 黑金還是你有沾到一點 因為台南的黑金的複雜 賴清德不能說他自免其外 但是不管怎麼樣講 你領導的 你將來領導還是民進黨這個集團 所以他不信任的 未必是賴清德 但是不信任民進黨這個集團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賴清德 將來要面對的挑戰 就是他有沒有辦法展現出一個說 我在民進黨就不一樣 我在民進黨現在所有不能解決問題 我都能解決 但是抱歉至少在他當選總統之前 民進黨現在的很多荒腔走板 我覺得是不會結束的 他很多做不到的東西不會結束 這是第一個內政端 但是現在我看到另外一個所謂的 在那個總統大選決戰點 下來都還是有兩岸跟美國 這個端點 對 這個端點 那抱歉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是對國民黨相對比較不利的 你覺得會對國民黨不利對不對 不利 為什麼 你看出來了有些人不覺得 因為有人覺得反正大家不要打仗 所以一定不會投給民進黨 我覺得不是這樣算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樣講就是說 既然台灣民眾普遍對中國大陸 還是存在很大的疑慮的 不喜歡的這個氛圍是存在的 但是他只是說我不想打仗 或有另外一個氛圍在抵禦 可是今天你也看到大陸其實 態度有放軟 氣勢有稍微緩和一下 今年比較軟 對比較軟 那軟了以後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第一個可能戰爭的危機感會 稍微下降 可能也不會發生戰爭 那民進黨選上 會不會發生戰爭 就會開始產生一個問題 本來大家認為民進黨選上 就大概兩岸就要打仗了 那現在大家又覺得說 是不是 放軟反而大家又 就有一個問號 又投得下民進黨了 我認為會有一個問號 因為淺綠跟深綠 就特別淺綠好了 對對對 中間淺綠那塊 原本因為怕戰爭可能不同了 對 看說兩岸不是合環的嗎 好對不起 老闆那個我不要了 這也是民進黨在操作 他為什麼民進黨現在要努力操作兩岸 某種合環 但是 很特別的是 兩岸的合環面 他會降低戰爭的一個憂慮 對不對 但是另外一方面 還是可以持續升高對中共的敵意 透過什麼 透過美國牌 美國牌不斷的打 不斷的打 那就可以不斷的 讓大家就是覺得說 中共還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但只是一個 可能暫時不會發生戰爭的威脅 那這個是非常巧妙的政治 所以我們講說 選民心態的分割數 那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 我覺得美國牌民進黨 基本上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啦 他的那個所謂的美國牌 是沒有天花板的 那你不斷的打美國牌上去 你就會佔據媒體很大的焦點 我說過我拜訪很多人 我也包括問總統大選的局面 除了剛剛講對人的部分以外 抱歉我也是問到基本上 對於總統大選行事面 有悲觀論跟樂觀論 悲觀論就是講美國牌 很多人都講美國牌民進黨 真是會非常順風 因為美國 民進黨能夠開的價最高 美國會幫民進黨贏就對了 會幫 因為民進黨 在整個美國戰略上是一步一驅嘛 完全配合 完全配合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你柯文哲你侯友宜 你今天郭台銘 大家比較價嘛 你可以跟隨美國政策到什麼程度嗎 沒有人交價叫得過民進黨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當然美國他可能會 有一個政策上是比較偏下民進黨 那因此美國牌可以就不斷地打 我光講出訪 你真是出訪到加州去見議長 你怎麼知道下次出訪 是不是在康乃爾演講 對 在下次出訪是不是到美國國會山莊演講 你永遠不知道 那個牌到底可以打到多高 你每次打每次打 還有我只講蔡英文 還有賴清德啊 賴清德你今天 賴清德你今天 賴清德會去嘛 那去美國給什麼規格 就是一個issue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悲觀論者其實 主要集中是集中在美國牌 為什麼 美國牌打出來之後 就會連動刺激到兩岸關係 那中共可能又會開始來助選民進黨 因為中共有時候一個大動作 你就會開始去助選民進黨 所以悲觀論者是看誰的兩岸外交這一塊 覺得是形勢對這個國民黨不利 那樂觀論者是看內政這一塊 覺得民進黨真的是 已經是天路人怨道 人民是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 這兩個牌其實同樣存在 就是最後只是說 到底哪個天平是比較大比較低而已 對 相當精確的說明 談內政的感覺就是 雞蛋也買不到 今年又要缺水缺電 等一下又快要打仗 那這個東西談內政的話 你剛才講民怨深深 深極許 對對對 政黨輪替 成大局 成大局 對不對 內政方面國民黨很得分 可是一講到 兩岸或是說對美關係的話 民進黨其實 美國會幫他加buff 幫他加分 但是中間有一個東西 是我自己的觀察 因為我之前 不知道在馬總統身邊 其實坦白講 你看08年跟12年 美國是站在馬英九這邊的 他是支持馬英九的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現前是阿扁 對對對 你比較以後 對不對 馬英九太好了 trouble maker走了 可是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當時他要的 不是trouble maker 但是現在你怎麼知道 他要的不是trouble maker 對現在美國 不一樣 美國好像需要一個 抗中的旗子 對抗中的旗子 他不一定 他trouble maker 可能是他才是他要的 那時候的美國 2008年馬前總統時代 就是希望 亞太的區域穩定 然後不要 不要搞成緊張的那個 那個什麼熱區就好了 那第二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美國也是非常務實的 雖然他 我說過 一步一區 民進黨會跟著美國 他叫價能力比較好 但美國還是看勝選的機率 那如果說今天 情勢 今天 藍營或非綠陣營 看起來穩贏了 他就會重視要跟你溝通 他就要跟你溝通 他就會回來 所以他就未必會 壓邊了 所以他也是要壓 他也要壓說 會贏的那一話 那強哥你會擔心 大家都講說 侯友宜又不懂國際 美國他也沒去 對阿 這樣子美國怎麼會接受侯友宜 其實我不認為兩岸國際 有這麼複雜的東西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態度定向 我甚至可以講說 我覺得侯友宜他另外一方面 兩岸他的一個優勢 為什麼你看 民進黨兩岸牌 不是在打政策內涵 不是的 民進黨兩岸牌是在操作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最核心的根結就是說 你是中共同路的 你會賣台 但這兩個牌 你用在侯友宜身上 坦白講不容易用 侯友宜 有時候你要舉個例子 你今天遇到郭台銘 就會想要問他兩岸政策對不對 會有一個 止不住的動力 我要問你兩岸政策 遇到趙超看也會想問 遇到馬英傑也會想問 但是你遇到侯友宜 你就不會期待他 講出什麼兩岸政策的什麼 了不起的一個主張 因為基本上反而對他兩岸政策的要求點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低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說過民進黨都是用兩岸政策來連結意識形態 但是侯友宜你要把他跟所謂的 民進黨傳統定性裡的什麼賣台 或者說所謂中共同路的這個形象 反正我覺得是不好勾連的 所以因此兩岸政策這件事情 他未必能夠講出什麼 讓大家耳目一心的東西 他也未必是缺點 在選舉的時候很難講 所以你看到他的缺點 搞不好其實是他另外一種優勢 所以侯友宜因為他先天的一個 包括他的出身背景 包括他長年在兩岸政策的模糊立場 他反而可能在兩岸民這樣打這張牌的時候 未必能夠順風順水 所以情形可能未必 未必是大家想像那個樣子 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是完美的 有人可能說這個林玉強 或是他這個什麼形象很好 或是他很有魅力 可是哪裡哪裡這樣算起來 不會是完美的 可是我聽強哥你這樣一路講下來 所以你還蠻樂見國民黨最後 如果是提名侯友宜的話 你是OK就對了 對不對 我說過我覺得郭台銘也很好 柯文哲我也覺得很好 但是侯友宜在選舉來講的話 我覺得相對是 我覺得是比較穩的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自己其實真實的想法是 這是我常常跟很多支持者講說 我說 大家問我到底支持誰 我支持不信郭 也不信侯 也不信豬 也不信柯 我支持是信鄭 政黨輪替 為什麼支持信鄭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這些人當總統都不會差的 坦白講 那我覺得計較這麼多幹嘛 所以我是為勝派的人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誰能夠讓總統大選贏的機率最高 我支持的是那個人 最近大家很多都會有抖音的短片 剛剛你那一段就把它剪下來 我支持的不信豬 不信郭 不信什麼 我信鄭 然後就結束了 你變成結束了 然後大家就說 鄭到底是誰呢 對不對 對不對 都讓你就結束了 我們就不放了 這個好 這個主意好 那個男生要跟女朋友求婚有沒有 就傳那個簡訊有沒有 我們在一起這麼久 怎麼了嗎 我想我們該是做一點了結了 他以為他要分手 結果上飛機沒有訊號了 他是要跟他求婚 可是後面沒訊號了 他以為他要跟他分手 開個玩笑 好 所以國民黨的選情 因為要參選立委 所以強哥他有他的看法 我覺得很獨到 目前看起來 侯友宜跟郭泰銘在 路邊設的路訪實質狀況 7382 對 那談談你自己好了 我看你最近 這不用講 這是馬前總統 一定是 對你 他是老長官嘛 對對對 也跟你一起這個 好就是有 送便當 對 寒冬送暖 對 那問到 國民黨的總統提名 要支持誰 他說挺羅志強 終有一天 不是這一次 我覺得他也很賊 馬是幽默 拿你來擋 就不用回答 對對對 像你還被我騙到說 我支持的是支持姓正人 對對對 等一下明天想 那個國民黨還有一個姓正要選總統是誰 OK 政政權 好 政政權 這是馬前總統 但是你跟他的互動 對 大家會看喔 馬前總統跟想萬一互動那麼好 旁邊還有馬大傑 是 還有楊志良 對 然後韓國瑜 他的點亮基金會做善事 你也去拜訪 對 所以光是看這兩個 就要講說已經結束了 大安區這一局 都是我跟強哥跟沛君跟楊維銘老師都熟 對 但跟強哥認識時間比較長 那你也知道我們今天主持節目 對 也等聚嘛 這三位國民黨主要要參選大安區的 你談談自己在大安區的選情好不好 是 那我第一個就是說 我信奉是陸軍啦 就是請走就有票 大家都以為你是空軍強 其實沒有 你去看我的空軍起家 你看我是500場街頭演講堆出來的空軍 所以大家定義的空軍是不太一樣的 我其實很走街頭的 街頭演講到底算空軍還是陸軍 我街頭演講透過直播 透過網路宣傳 陸軍就轉空軍 我知道了 街頭演講叫做空軍陸戰隊 對 空軍 對 原來是海軍陸戰隊 我是空軍 但是我又要在街頭貼地再講 對 空軍陸戰隊 又有空戰 又能貼地 對 那我舉個例子 到底我的選情如何 我自己走會有一些溫度 像我最近在走拜訪的時候 其實很多民眾看到我就已經 有一個新的問候語叫 唯一支持羅志強 唯一支持 為什麼是唯一支持羅志強 其實坦白講大家分數都會一樣 就代表說你其實就沒有特別挺羅志強 所以因此我的支持者現在遇到我 他就會開始說我唯一支持羅志強 遇到打招呼就說唯一支持羅志強 那這個就是我感受到說 今天我過去的努力被認可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不用講說等到別人怎麼說 你自己去聽就知道 那當然我也會遇到一些質疑者 比方說其實網路上還有一次 有一些對我一些質疑的聲音 可是你真的走到基層去 你會發現支持者自己會把這個質疑的聲音 拿來做一個轉換 還有在質疑你什麼 有些人比方說覺得我太過動 政治目標很多 有時候想要選市長 有時候想要選總統 對不對 那你很好玩 結果有知人說 對啊你就是過動了 但過動了也該回家了吧 就說大安區歡迎你 就是回到大安區來 那也有些人說 你認為是過動 但有些人說過動有什麼不好 你到處去幫助這個同黨同志 你急功好義 代表你有正義感 你像很多的這個2022選舉 我服選了很多人選上 或是打出好的成績 他就覺得說這不是壞事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民眾 我的支持者 當你開始去走的時候 你都不用自己講什麼 他自己會主動來幫你說 你現在面臨的質疑他怎麼去說明 那當你像我昨天遇到的一位支持者 他安排我一個到某個媒體去訪問 是那個支持者安排的 我一到以後我才知道是他安排 他就唸了說為什麼選羅志強的11個理由 他媽想很多理由我都已經忘了 他還可以找出我過去這些年來 做過的11件事情 他講了11個支持羅志強的理由 那聽了我當然就非常非常感動 所以因此 對我來說的話 我在看我的選情 我不用樂觀跟悲觀的兩個角度看 我就看努力 我只要一直走一直走 聽到很多聲音 我就認為說這些聲音都是真實的 他激勵我 那我只要把我的這個走的功夫 髒到這個極致 我認為這場選舉 我就是盡到最大的努力 那剩下當然就等選民的仲裁的結果 那至於說馬英九韓國瑜 他本來就是對我很關照 也很關切 所以因此 你說像馬總統那時候 就是他的馬勢幽默 記者問他總統支持誰 以前有類似的例子 他以前有一次我記得我在當他發言的時候 有人問說 馬總統 你每次人家都說你只用博士 有博士的那個愛好證 你用的人 十個的有十一個是博士 那你怎麼回答 他說沒有啊 羅志強就不是啊 我常被馬總統拿來當一個馬勢幽默的梗 原來你就是馬英九的薩尼 對的薩尼 跑出來膽了是不是 對 好那馬總統跟你的互動大家看到了 那當然這個大家就要問了 那之前跟馬總統很熟 這個金普聰啦 金小刀 現在我不知道 他說傳出 他可能幫的是 你現在目前黨內競爭的對手 是 那你對這個 還有說後續在選舉的時候 你會擔心就是 黨內的初選競爭很激烈嗎 沒有啦 第一個我覺得講 我是還是也 如果 因為坦白來講 我其實也搞不清楚這個新聞 到底是真的還是 這只是新聞就對了 對只是個新聞 他是不是卻有歧視我不是當事 我並不知道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講 就是 任何人幫任何人 我覺得都是 恭喜跟祝福 我現在態度就是這樣 就是 你說佩軍也好 楊永明也好 我覺得他們 的參選 是他們的權力嘛 那對我來說 楊永明他以前 在國安會我也認識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 政務官 那佩軍我覺得 台北市議會表現 我覺得大家也肯定 所以 好的人才 就用自己的努力的方式 去爭取支持 我覺得這都是 祝福他 那當然 誰要幫他 那也是 我覺得也是 恭喜跟祝福 那當然是不是 抱歉的就是要 當事人去說明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可是回頭來講一件事 就是說 那我能做的是什麼 我能做就是 繼續努力啊 那 那 在大安區的話 至少我目前 我覺得都還蠻有進展的 那第一個我覺得 我也很高興像那個 王欣宜 王欣宜他是 在大安區 是五屆的議員 現在大安區最資深的 是不是 還有陳梓祥 還有陳景祥 還有翔哥 翔哥 我也準備聘他 當我的榮譽主委 翔哥也要支持你 對對對 王欣宜也支持你 所以陸軍一哥一姐 大家都支持我 我跟大家講 我打這場選戰的用意 不是在打初選 我是在打大選 打大選是什麼 就是我第一件事情 你看我起手勢 我是在整合地方的一些 我們講自己的同志 當然最具指標性 幾個議員 我都有拜訪過 我幾乎所有非綠議員 都拜訪過了 那 我也很高興說 我有去拜訪王欣宜五次 他在大安區 他 第一個他是五屆議員 那同時他也是 上次開票也開得很高 他現在當你的什麼幹部 他是當我的競選總幹事 那他其實是他現任議員 佩軍也算是同事 一般應該是不會說願意進來 所以表示他很支持你 對對對 那也就是 他真的幫我擔任很多 現在可以開始幫我 很多的一些運籌帷幄 包括說很多的一些 尤其是在陸軍的組織的部件上 其實我現在跟他有很密切的合作 他去幫了我很多 那翔哥他就是 以前台北市議會的議長 所以因此 也是大安文山非常資深的議員 八屆的議員 陳景祥 對 那我現在 也就是聘他當我的榮譽 我有一個榮譽主委團 那目前有高金樹梅 有蘇清泉 有廖廖以資政 以前我的長官 總統府的秘書長 那現在還有陳景祥 那你現在準備選總統了嗎 沒有錯 對不對 廖廖以是中部 蘇清泉是屏東 對不對 好不好 你說打完初選 贏得大選 選完立委 當選總統 沒有你這樣一講就連結起來了 好啦 我懂強哥的意思 就是說 初選的 從我剛剛這樣的提問 就是要說 羅志強他 有信心能贏 但是就是 不希望黨內太激烈 而且打完了初選之後 是要能確保大選能贏 當然 才有意義 當初選之後呢 對對對 就在立委選舉 正式選舉的時候輸掉 對對對 好 那最後一分鐘讓你給這個大安區的選民 想講話 就這次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 實產還沒出來嗎 還沒出來 就明確的那個初選 但是你的方向很確定就是爭取大安區的立委提名 對 然後 希望能夠代表國民黨贏 就這麼簡單嘛 好來 請強哥跟大安區的選民講講話 其實第一個說 如果大家覺得羅志強進國會是有戰力的 那不管國政跟市政我都有兩邊都有歷練 也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服務的民代 那大家要幫我過第一關啦 就是初選 初選要過 初選其實主要就是民調 接到民調電話就是唯一支持羅志強 因為你只有表達唯一的支持的話 我才有辦法在這個評分當中我可以脫穎而出 國民黨也有唯一支持那個家權比較 沒有他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他會有幾個選項嘛 就是說 你可能羅志強可能對減蘇培 那如果說支持羅志強一定會支持羅志強 但是如果其他的人對減蘇培 那你也說支持的話 不管誰都是羅志強 對對對 戶比對比都是羅志強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這樣子我才有辦法 那他所有分數都拿到嘛 對才能拿到分數 所以這個是滿重要 唯一支持是很重要的 是脫穎而出的一個關鍵 那如果我能夠初選過的話 我覺得以我自己的 包括陸軍的勤奮跟空戰的一個經驗的話 我才有辦法去幫助總統大選 我覺得可以行有餘意去 不管將來是郭台銘侯友誼 或是任何人出來代表菲律出來參選 我覺得我這一點我倒是有自信心 我可以進很大的一個輔助的力量 可是如果說我連這個戰場都沒有的話 說真的 我大概也準備要轉業了 就是說我也很難有更大的力量去幫助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覺得說 羅志強是一個 你認為將來進國會是一個有戰力的立委的話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給我加持 就是能夠再初選幫助我贏得這場選舉 好今天非常謝謝這個 台北市大安區的立委底參選人 前總統府的副部長羅志強 來到我們的節目講他要參選立委 以及對國民黨2024的想法 那也祝強哥後續的選舉 一切都順利 是 下班來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強哥我們就下次再聊囉 好掰掰 謝謝大家的收看 也邀請您加入下班和你聊的頻道會員 好